今天也確定說大巨蛋 柯文哲的做貝尼揚 他任內是沒有辦法這個完工的 要開幕也確定跳票 這個說代表柯文哲八年任期 大巨蛋將爛尾收場 你覺得這個事情有沒有意義 我認為大巨蛋對柯文哲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傷 我知道北市府一支內部希望 就是說在柯文哲任期內 要把這件事情解決掉 為什麼 因為當時他崛起就是因為大巨蛋 那這也是國民黨在這一段時間 一直在狂打 就是說你告訴我 你要還這個郝龍斌一個公道 所以我覺得對柯文哲來講 他其實有一個很大的致命傷勢 他一開始其實透過這些東西 贏得了很多人的關注 可是你在後面的處理 到底是秉持著專業 還是有很多事情 其實是因為你個人的心情 或者是情緒 甚至你個人的理解 然後再處理 所以我覺得對一般人來講 很難理解就是說 當你接手了之後 這一個建築物搞了八年 你知道我們今天到來經過忠孝東路 市民大道 你都看到那一個 然後從一開始說不能動工 然後慢慢的莫名其妙 那外面的圍牆就這樣蓋起來 然後屋頂也突然出現 而且我如果沒記住 那時候都還是禁止時空 你知道 就慢慢這樣做做做 做到今天突然什麼都沒有 而且也不能講什麼都沒有 就是他看起來任內確定 是無法讓他這個達成 所以我認為對柯文哲來講 有傷 可是你覺得他在乎嗎 他現在他也沒有要再選連任 因為他也沒得連任了 所以問題其實就回到了 就剛剛提到 其實我認為第一個黃山 他沒有什麼犯錯的空間 你必須要好好去面對 你跟民眾黨之間的問題 那國民黨現在 或民眾黨現在狂打他 我認為正常 為什麼 你今天作為一個議員 你本來就應該去監督這一塊 那只是說因為國民黨過去有一段時間 去罵說 你看來你又不參加民眾黨 你跟民眾黨之間 你的中心市場是 你現在又罵他跟民眾黨走得很近 那這個有點會各自亂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問題其實是這樣 陳先生有沒有參選的這件事情 其實對蔣萬安來講 他會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也就是你知道國民黨現在為什麼一直在罵 罵這些事 因為他罵給蔣萬安看 我是有跟你站在一起 可是蔣萬安起不來的問題 不是在黃珊珊的身上 而是因為你過去長期以來 沒有跟臺北市的其他市民有更深的互動 所以你現在你看國民黨用的詞 都是被挖牆角 有什麼好被挖的 那牆角本來就不是你家的 你也沒去跟人家互動 蔣萬在過去有深入到哪一個市的地方去 其實沒有 所以這些議員他現在為了因為擔憂 所以他就開始拚命打 打給蔣萬安看說 你看你看我有在follow你了 我有沒有在做這些 那我真的必須講 我贊成行政要總理 如果今天大家真的認為說 你看你代職參選這種東西 是一個這麼大的罪過 你這樣行政不中立 蔣萬安你還是個立委 你立委的身份你要不要處理一下 你總不能說 因為我的立委身份跟臺北市無關 所以我繼續做我的立委 然後我就這樣 我覺得如果今天國民黨要打這種議題 OK 我覺得大家都會贊成行政要總理 但你不要兩套標準